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刚刚在后面听了主持人对我的介绍 觉得很有趣 我也非常谢谢能让我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夜晚跟很多的大部分的年轻朋友们见面 成品在整个商业模式上 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案例 因为当时成品的成立不是为了要做生意 我今天的跟各位的报告大概是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相信每个人跟我一样 生命里边都有很多不可预料的 所谓无常的不可计划 不可预期的 不同的景况随时会产生 那我个人是在35岁左右的时候 突然在几年之间 因为买房地产 所以其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但是莫名其妙的几年间 赚了很多钱 赚了钱之后 其实在那个年代 我第一次看见自己 一个人一个年轻人 当你有钱之后 你开始认识明白自己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我自己觉得心里不安 因为那个不是我真正的努力得来的利润 但是好久不长 再过几年 我刚刚要讲的是 在年轻的时候赚了很多钱 那不是我的计划 那不是我的预期 我从来也没有做梦 但是我却得到了 但是没多久之后 我时常喜欢讲上天 或者上帝 我自己知道我得了一个先天性的 很严重的麻烦syndrome 叫麻烦症候群 就是主动脉会剥离 这是生命教官的 我心里想 那更不是我的期待 那也不是我的错 为什么 我得了钱 也不是我的努力 我得了病 也不是我的梦想 生命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们 大家都会遭遇到不同情境的 但是是一种无常的 那大概就是我们生命里边 大家要共同的必修 虽然我今天我听黄教授讲 今天晚上这个课没有学分 可能也不是选修 我当年选修成品这门课 但是今天它已经变成我的必修 我非常喜欢穿卡其色的 不管是裤子或者是衣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人开始到了有点年龄之后 最期待的是 假使我还能回到当年 我坐在台下 我当学生 不管我是个初中生 或者我是个高中生 所以时光已经不容许 只好在形式上 自己安慰自己 试图假冒 好像是学生 看起来是学生的样子 不过各位朋友 人到六十多岁 要看起来像学生 这也很不简单 我虽然年龄不太像 但是因为表情 可能跟各位都很接近 至少我们都是一群善良的人 今天其实我在后半段的时间 我希望就是跟各位分享 个人的一些阅读的经验 阅读的确带给我这一生 相当大的转捩点和转变 我觉得透过阅读 阅读我们可以探索自己 发现自己 了解自己 倾听自己 客观的觉察自己 阅读其实在我的经验里边 不是那本书里边的 它倒数了你 什么样的知识 什么样的生命价值 人生该何去何从 我个人认为 对我而言最大的启发 是当我读了阅读的内容之后 我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感想是什么 它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它影响了我多大的想象 我透过这个想象 我开始进一步的去认识 观察和了解自己 所以 这个是在1986到1988年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我没有期待钱也没有期待病 但是这两者都到我身上了 我对生命开始产生了很多怀疑 在那个机缘下 我开始阅读大量的 生命哲学文学 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经典阅读 我读了德国文学家赫曼赫赛的作品 我读了红衣大师传 我读了史怀哲的文明的哲学 我读了佛洛姆的man for himself 就是一个好像是生命的追寻 试图去了解到底生命是什么 我从哪里来 我要往哪里去 所以那个年代 我把它解释成为 中年男人的一个危机 所以那个moment 对我而言 这句话 对很多人是很严肃的 但是这句话 对我一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之后 会往成品 其实成品不是为了要开书店 成品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梦想 希望能够厘清生命的价值 然后当生命还有一种选择的自由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做一点 我能力许可范围内 我认为有意义 然后我喜欢的 就是这一段话 这个我就不念了 因为各位大概都可以看到 这个是当我慢慢开始觉得 成品看样子是有机会活得比较长寿 因为成品历经了15年的赔钱 我其实一直 奠念 挂心 是否它还能够继续生存 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赔了15年之后 再经过七年的调养 后来我慢慢觉得应该 成品可以继续有永远存在的可能的时候 我回想 当年对我相当有影响的死怀者的论点 所以成品又重新 请人翻译 史怀者的两本重要的著咒 一个是文明的哲学 一个是史怀者先生的生品 那这个就是在那本书里边 这是由成品自己出版的 然后我写了其中的一段话 就说经过 从2012到1986 经历了20多年后 我自己当时取下一点小小的心愿 和自我的许诺 在20多年后 我再重新 不能讲验收 也不能讲检验 不过稍微做了一些醒思 然后跟各位分享 我又讲这段话是 1986年 我第一次读完《红衣大师传》 这是我当年的读破感 我写在书的这个里边 那个时候我 有钱 没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其实我不是没有 是我不知道尚未被发现而已 那个时候我对生命充满了 这个开始办成品之后 开始走向煎熬的生命历程 经过六年后 很巧的有一天 晚上 各位 这个是在我生命中实际发生的 我开了成品之后 有一天晚上 请我的同事去家里边吃水饺 然后同人走了 我那天晚上就心情觉得说 我很想再阅读《红衣大师传》 找到找 没有在我的书房里边找到 是在我太太的佛堂里边 找到《红衣大师传》 我想要再读 我一打开 我心里边吓一跳 怎么会是六年后的同一天晚上 我心里不禁在想 是对《红衣大师》来敲门了 然后那天晚上我再读 各位可以看到 同一本书 大概在我们不同的生命情境的时候 它却是带给我们不同的 领受跟感悟 我相信很多在座的朋友们 也都跟我一样 有很多这种相同的体验 所以我认为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部传奇一项创作 生命里最幸运最可贵的 是你可以寻找到 一个梦想完成的事业 然后它激起了你生命的热爱 让它 它愿意让你生命功课 和修行的态度来面对它 你面对它不一定是为了钱 为了利益 为了证明给女朋友看 或者为了像爸爸说 我是一个不负你所望的儿子 把它当作这个生命的道场 是你生命中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是让你 可以 所以我下面讲的欢喜咒甘愿咒 是台湾的慈祭上人 他时常讲的一句话 换句话说 找到我们生命最自在的地方 这里要谈一下我个人的体向认知 这一部分是跟开成品书店也有关 赫曼赫赛曾经讲一句话也深深的打动我 当然他有很多好的思想 但是这句话对我而言在当时是最深刻的 我个人在大学里面学的是机械 我初中高中功课都非常不好 是 就是整天打架闹事的小孩 然后 到了中年之后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在这个 Middle Age Crisis的那个年代 我自己在想 刚好又看到赫曼赫赛的这个文章 我自己在想 假设能经营一个 因为他对书的定义是这样子 刚好是契合我那个年代想探索 无边无际的人生 那书呢 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的 内部和外部活动 所有的面向 所有的内容 你不管讲军事 政治 农业 你讲哲学 你讲流行 所有生命里边 我们可以谈出来的议题 所有的内容 通通是几乎有不同的出版品 有不同的书在叙述 所以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说 用有限的知识和生命去追求一个无限的人生 所以 那当然 因为我也不是好学生 我也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更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但是我就想利用这个 所谓中年危机的时候 我理清 认识自己之后 理清自己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好像有 想要让自己变成好学生的那种可能 所以我自己发现最后 我最重视的是一种爱 是一种善意 我又很喜欢美 我又知道 生命里边必须终身学习 所以我就把它浓收成为 人文代表爱和关怀 艺术代表美 创意代表 这个永远的 不断的求知跟学习跟创新 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三个元素 或者这三种不同的领域 价值 融入在生活里边 我是先想好 这个就是希望能够把 你生命里边 认为最重要的 假使能有机会把它运用到 你想要经营的事业里边 那你大概是最幸福的人了 所以为什么后来会开书店 其实我原先是把自己归零 是没有设限的 我后来就在想 假使生命里边我最 追求的 是爱 善 美 跟不断精进的创新和创意 和终身学习 那经营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或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是能满足你的那些期待呢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会开乘品书店的原因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一个 我将来可以创造一个品牌 然后开书店可以获利 傻瓜才知道 才会认为开书店可以获利 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在 回想当年自己的起心动念 所以成品呢 他变成 我把它转化为人文艺术创意融入生活 这个是在创立成品之前 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经营理念 这个成是家父亲笔写的毛笔字 因为从小在乡下父亲总是教很多小孩座右鸣 那这个成是我走到哪里都会看到 不管用毛笔字 不管用原子笔 不管是在玻璃殿下 或者是在那个美奈板的那个墙上书房里边 父亲就是贴满所有的这种标语 但是我发觉慢慢年纪大了之后 他确实好像我生命里边的必要 所以就把这个成 然后又想父亲又尊敬父亲 所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必要 最后我想一想 可以找一个品 所以成品的由来 大概是这么样的 当然年纪轻总是要有一点做不到的理想跟抱负 希望也把它累在我们追求的可能里边 不过因为我基本上的确认为 企业它用了非常多的人类社会上的 不管是人力物力财力 或者有的还产生生态的破坏 环境的破坏等等 所以我认为一个企业的存在 我认为它应该要寻求它的正当性 这个正当性就是说它至少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或他人的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不管成品做得到或者做不到 但是尽量努力既然是一个企业的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是我们成品同仁内部的部分的教育训练的内容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服务 然后我们就认为服务的品质它有五个层次 基本上你要先达到你要所做事业的一个专业 但是每个人都有专业之后你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里边 你当然又必须要领先同业 你要比别人做得好 但是有的时候你领先同业之后 不管在台湾不管在香港 有的时候我们看选举就说两个都是烂苹果 那你要怎么办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成品自己就期待说我不能光赢我的同业 因为我赢我的同业并不代表我的读者满意我 只不过读者没选择 那所以当然我们就希望说要能够追求满足顾客 好了在满足读者满足顾客之后 那我们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我们要比一比 美国的读者在美国的书店 日本的读者在日本的书店 大陆的读者在大陆的书店 台湾的读者在成品书店 我是不是能有机会让我的读者 是最幸福的读者 那这个才是一个企业经营或者自我精进 它不是纯粹为了满足商业社会里边的竞争 它是因为你有一些价值和理念主张 你希望永远生命都有更精进的可能 所以我们把它解释成为 希望能够超越国际的水准 就是假使你有能力做到成品在台湾 让台湾所有的读者一进到成品来 会觉得比起国际上其他的读者 在他们不同国家所享受到的服务 让台湾的读者觉得是幸福的 那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所谓成品气质的自我精进 这个不见得能够做得到 但这个我要比个欲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赛篮球 就是不光是要求他要得分 我们希望还要求知识美妙 不是光打一场比赛胜利而已 那我也自己去上了很多课 我发现从西方来的 在学校里边在学院里边教的课 商学院里边教的课 现在如何我不晓得 也或许可能是我没有完全去深入接触到 但是所有的课程里边都是 谈的都是know how 没有know why 谈的都是你服务好的话 你会有repeat customer 然后你客人会喜欢你 所有讲的这些最后 在资本社会里边 在商业竞争里边 谈的都是跟物质跟报酬跟钱是有关的 那这个它不能满足我 但是不能满足我 并不代表我的能力比别人好 但是我做不到 但是我应该先能想 所以你要想一想 既然事业是花了你生命的那么样绝大部分 那到底 后面的drive 那个ego drive 到底你是为什么你要要求那么多 你赢了 但是你对自己不满意 你认为分数得了 但是知识不优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自己开始 深入的去思考 那我从我们成品的很多的同仁 我得到这个领悟 因为我也不是能够给 成品书店的同仁最好的待遇 那他们每一个大学生毕业出来 他们选择的成品 他们在成品那么努力的工作 他们是为了钱吗 他们对顾客的微笑 是说暗示你也给我一点tips 我发现不是 那他跟我成品的伙伴到底为什么 我后来的结论把它 转化为 应该是一种服务的最高的精神跟境界 应该是每一个从业人员 他不断的透过工作 自我精进 他其实是在自我不断的寻求精神性的成就感 然后当我们是顾客的时候 顾客只是share到 所以我们在经济过程中 我总希望我的服务 今天要比昨天好 明天要比今天好 我的服务要比别的品牌的书店的服务人员做得更好 我希望我能够让顾客满意 或者能够让顾客印象深刻 所以我不断的在要求我 把生命 把工作当作是个道场 那我自己要不断的成长 所以最后我才得到一个想法 虽然成品距离这个还很远 包含我自己在内 但是我宁可用一个比较人文性的标杆 我希望能够慢向 因为有很多人的动机 其实是做一件事情 但是他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在香港 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跟我说 那有三个朋友去跑马 去去赌马 然后有一天 他们三个人下同一个赌注 然后就是可能是中了 三个人都跳起来都很高兴 但是他其实心里明白 这三个人是不同的 其中有一位是可能是行家 他判断气候 骑身的状况如何 马的状态如何 然后他经过很多分析 所以他赢的是什么 他自己觉得我的专业判断 我胜利了 所以他高兴 另外有一个赢的是 他想 我假使能够中马票 我可以买两个LV包包送给我 某某人假设 另外有一个人可能是 香港大学的黄教授 他想说 我假使能够中了 或许我能够办一个我很有创意的音乐欣赏会 所以每一个人在从事同一件事情 但其实是有不同的动机 所有的年轻朋友们 生命里最难了解的是自己 假使能够在很多的生活里边 透过不同的因缘 能够有机会深入的观察自己 了解自己 那是一个很有趣 很有创意 然后也同时对你生命应该是有帮助的 这个我想就不再多做说明 这个是在经营思维里边 我能讲的是 成品为什么一直到最后 我们希望成品所从事的事业 是能够 是能够利他 当然利他就同时能够利己 然后能够利众生 对社会对产业 对顾客对同仁对股东 是所有大家能够集体受益 这是一个人文思维的想法 我们正在努力当中 这个是简单表达一个文化创意产业 因为成品希望一直用创新的营运内容 那所以成品在不同的地方 开不同规模的店 其实是不同的组合 但是一直都希望是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 相关的领域里边 我们认为文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一个是人 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活动的内容 比方我们在图书馆阅读 我们在庙宇烧香拜拜 或者我们在卡拉OK唱歌 就是人在不同的空间 从事不同的活动 那这个长久的积累 这个就所谓会形成一个文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只是我们一个想象跟描绘 所以这个只是我们一个想象跟描绘 不断的经验的累积 但是也不断的在学习 不断的要了解自己 或者不断的期待成品是不是能有更新的更有创意的内容 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些想法 当然这一点是呼应 21世纪的人类史上 现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一个是全球化 一个是城市化 不管讲全球化或者讲城市化 我相信人终归是人类社会或者是城市最重要的资产 最宝贵的资产 那身为最宝贵的资产的人 其实更重要的 最理想的是希望能够有人文关怀 是一个和善的人 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然后是一个有人文素养又有艺术修为的人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我们城品一直在期待 理想中的社会应该具备有这些特质 那城品在这个理想中的社会里边 能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这刚刚大概有简单的被介绍过了 后来我们把它简化为 大概就是如这里 我们相信这个人类的和谐跟幸福呢 应该都是大家共同的想望 共同的目标 这个是商学院教我们 每一个企业都要有一个愿景 所以我也只好聊背一格 但是其实这条路 不那么样的容易达到 但取法夫上 总是希望能够设定一个目标 来自我期许 接着下来呢 我想我举了几本书 那这个都是台湾不同的出版社 然后他们邀我写一些读获的感言 或者是导读 那这个我找出跟今天的讲题 因为讲生命讲事业 有相关的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呢 我自己写了两行字 就是生命应该在事业之上 心念应该在能力之上 心念在能力之上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一个父亲假使养了三个小孩 那每一个小孩后来的成就都不一样 但是有钱的小孩 有钱的儿子 会必见得是最孝顺的 那所以我会把它解释成为 就有心的人 有心念 有善念 有人文关怀的人 就是我们把它讲成 心念应该在能力之上 你有那个爱 你有善念 虽然你不太懂得赚钱 但是你对父母是诚心诚意的孝顺 我相信另一部分的心 是比你有没有钱 是更珍贵的 所以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例子 都可以延伸 然后这个是我在文章里边的一小部分 就是那个年代 其实是刚好成品最惨的年代 2001 06年的时候 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感慨的 是受到很多的煎熬的 然后又就经营事业 碰到瓶颈 但是这个病痛 又跟你长相左右 陈品在讲人文 其实是来自于 人文是有四个关系在界定 人跟自我之间 人跟他人社会之间 人跟天生 跟天地昌生之间 最近的学说也发展到 相信鬼神 所以人跟超越界之间 所以人文思维大概就是用这四个面向来做一个思考 我既然已经得了病 那我就把它当作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福报 我不会问说 上天为什么给我钱 然后上天为什么给我病 所以在这个生命的实际遭遇里边 我其实也另外得到一个启示 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 你大概有一些选择权 你想做什么 但是尤其是年轻朋友们 我劝你们 不要以为 做什么一定得什么 你宁可认为做什么可以由你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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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什么 由上天 由上帝做决定 这样子你会比较坦然 你会少一点哀怨 这个就是的确 我认为就是生命跟事业之间的关系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个人认为 心念如何会决定心安何处 那我同时也认为每个人 天生下来都有命定的功课 然后应该珍惜上天给予的赋予 那这个是这篇文章的最后面 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礼战跟珍惜 那达赖喇叭他的确讲 很多跟慈悲跟爱心是相关的 那对我而言 我把它转化为 一个人假使不能时常心存 慈悲利他和随缘 生命最后其实是一无所有 这个是另外一位在日本很有名的 是京都陶瓷的董事长 他好像现在还担任日本航空的董事长 是一位很受敬仰的 就是在日本从松下先生之后 一个是被称为经营之神 一个是被称为经营之圣 圣人的圣 我读了他的书 他出了一本书叫《人为什么活着》 然后在台湾有出版 我读了他的书 然后自己有部分的感言 这个人其实是让我非常敬佩 他摆脱传统的商业经营者的自我定位 他用他的生命价值去回应一个经营者 应该尽的人生的责任 所以 就是他的人格气度是我十分尊崇的 即使讲到这里 我要跟各位朋友报告就是说 当然我平常应该很有看书的机会 但是有些书看的其实是没什么特别的感想 但是有一些书就是有一些作者 他的言语他的论点是会很深刻的 是你会肃然起敬的 像这一位道生和夫呢 就是让我非常敬重的一个他的人格气度 那我们是认为这个新的杰出的经理人 现在有太多经理人都忙着赚自己的钱 那其实我相信 杰出的人应该要对比较不杰出的下一代 要付一些这个教育的 或者引领他们能够走向正确道路的责任 所以这个是希望能够跟所有的经营者大家共勉 这个信念和正向思考 其实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 那我可以举几个小的例子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都知道 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只好改变自己 这个道理大家通通知道 但是我也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人 有一次我去配了这个眼镜 然后回家 然后女儿看到我就说 爸爸你已经太严肃了 你为什么要配一个黑框眼镜 我当时配眼镜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又不是哲学家 那后来有一天呢 这个眼镜需要拿去调整 然后我就跟那个师傅在聊天 跟眼镜师傅在聊天 他说 哎呀 你那一天介绍我这个 我女儿说我什么什么 这位眼镜师傅呢 他说 诶 无间 那这个就是要你多微笑啊 我后来称他为哲学家的眼镜师傅 各位朋友我们的确在日常生活里边 有很多这种先知呢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内 会有很多不同的创建跟灵感 你千万要利用那个moment 不要让他轻易流过 他这句话对我起了非常大的 在 有的时候我们 会讲一种逆思考 就反向思考 比方台湾有一些计程车司机 他的反向思考是 红灯我独行 他当然不守交通规则啊 比方啊 那我自己就在想说 对啊 我为什么用那么消极的靠眼镜 来掩饰我的严肃呢 我为什么不能用更积极的笑容 来突破它呢 我又想起在我 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书店的同仁 他是念哲学系的 他给我一个卡片 他说 吴先生 有的时候是上天 要你服一腿药 才要你生一场病 大家听懂吗 因为我们平常都会想说 我因为生病了嘛 所以我才需要服药嘛 那我们这位同事呢 他说上天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后来想这个非常适用于我 因为像我这种我执很深的人呢 假使没有生命遭遇到非常严重的病痛 跟煎熬 比方像经营成品年贵十五年 可能 我长不出任何的一点小智慧 就是你的那个本质呢 不是那么千充 学问又不好 对吧 生命走一趟之后呢 都是过眼云烟 来去之间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刚刚谈到一个是正面的思考 就是说人遭遇到那种困境的时候 待会我也会提到一个 就是这位先生他也跟我有同样的观点 中国人讲 人生的知就是我们的knowledge 我们的知识 来自于有的是生下来你就知道的 你有好的基因 有的是透过学习 我们才知道的 所谓生而知之 或者是学 或者是习而知之 第三个是困 你做到生命受到困顿困难煎熬了之后 你才领悟的 各位朋友 以个人小小的经验 第三个部分 往往才是我们生命中的精华 所以当你有机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困顿的时候 你不要轻易的逃避他 尤其你们都很年轻 你要面对他 你利用那个时候 再次觉察和了解自己 然后找出如何最好的方案 不管你再学习 或者再反省 或者再精进 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 假使你一辈子都没碰到困难 这个代表你的生命标准太低了 你永远在用父母给你的 上天给你的 或者过去累积的 你从来没有勇气要去接受挑战 你从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 你不要自以为聪明 我生命里边没有一件事情拦倒我的 反而我会恭喜大家 假使你整天找那种 会拦倒你的各种不同的挑战 我相信这种生命是更积极 是更有意义的 对很多人 也可能是更能激发 生命的创意和斗力 所以我会比较主张 因为我们会面临任何的困境 我们不能预知 也不受我们掌控 但是假使我们能够要求自己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用正面的思维去面对它 就正如上天是我一个麻烦症祸群 当然我第一个问的是 为什么是我 我为什么命这么不好 假使你一直这么一样 你不能转一个念 你一辈子觉得全世界的人 都让你觉得很委屈吗 他们欠你吗 那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是你 所以这个一念之间 这个就是有真正面对困顿的人 用第一人生去感受 那个才是生命里非常真实的挑战 所以我会觉得 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它 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在有好几年前的有一天 我去参加一个佛教的华会 去祈福 所谓祈福是祈国泰民安的福 不是祈我自己的福 然后我那天 回来之后 在搭计程车的时候 我就突然 可能那个祈福皇位的气场不一样 让我有一些新的灵感 我就突然有一种 感觉 我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有资格说 病痛不该归我 贫困不该归我 苦难不该归我 请问不该归你该归谁 那所以这个呢 当然有的时候我会 我也自己知道有的时候我会有点RQ 举个例子 本来这个今天是要我的开场白 我现在刚刚忘了我现在讲回来 2006年的12月 2006年的12月 我在香港大学辐射的医院 圣玛丽耶 圣玛丽耶 Quimaris 我接受一个非常高风险的 一个很复杂的 Hybrid 因为传统的跟创新的两种手术 我再度被 我这个是被打开过两次 我的心是红的 我是好人 然后我面临生命里面一个非常 严重的时刻 我发现人类在那种 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困境的时候呢 你自然的会有一种 有的时候我称他为RQ 但是有一种是生命的本能 因为 两位香港 就是那个 玛丽医院的医生 在开刀前 他们先告诉我 吴先生你的手术会有什么危险 你可能会生态受损 你可能会半身不遂 你的肾脏功能可能会退化 还有其他等等 我没有选择 我谢谢他的好意 过了没多久 有位印度的麻醉医生 他刚刚又告诉我 我不得不帮你做 一个全身很全面性的麻醉 他说麻醉对一个人 等于就是在他的身体当作一个战场 他是一个非常伤害性的 我也没选择 我那天晚上 当然心情非常不好 不晓得生命还有没有未来 这是我生命的第二次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住在 虽然是住在圣玛丽医院的 屋顶的套房 但是其实 我相信那种情境大家都可以想象 然后呢我带着 我太太送我的金刚筋 我带着我女儿手抄的大悲咒 然后我当然隔天要手术 我睡不着 我其实脑海里边充满了很多的 不安跟想象 但是后来我想到一个 这个就是回应我刚刚讲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说他 什么贫困 病痛 苦难不该归他 我自己就联想了 我躺在病床上 对啊 你不是自己讲过这种话吗 你不是自己有过这种认知吗 那所以我当下就说 好了 假使今天这个麻烦症祸群 是该归我 那就让我多承受一点吧 让其他人少承受一点吧 既然是派我当代表了 因为这种病事不是那么普遍 是很选择性的 所以我说我非常幸运 是很少数的被选择之一 我真的心里边这么想 不管我是阿Q 或者是我在那种不能掌控的 这个痛苦的局面 想安慰自己 我真的是这么想 诶 非常奇妙的 我心里边就很坦然了 当然之后就接受了 十几个小时的手术 然后我被强力镇定 就打那个强力的镇定剂 三天 七十二小时之后 我才在ICU里面醒过来 大家心情不要太沉重 这个醒过来的时候 医生就要试试看 我的手指都灵不灵活了 我的反应有没有正常 做了很多测试之后 拿一支笔 还拿一个白纸 要我写字 天啊 我才知道我中毒多深 我竟然毫不思索地写成品万岁 这一张还留在我家里边 还好我太太跟女儿都还原谅我 但是也从这个看到 它大概就是你的生命道场 就是你心之手细 就是你的心灵的故乡嘛 所以 今天 当年还好 因为有香港大学的圣玛丽医院 我才今天还能活着 站在这里跟各位收长道短 我在香港碰到了两个医生 都太精彩了 不光医术好 而且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关怀 所以 要特别谢谢 这句话也对我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成品实在是 有很多次的机会是活不下来的 但是我就在想 成品能不能活下去 其实那是小事情 对很多人 对这个社会 但是我自己心里边会有一种警醒 这个警醒就是说 假设成品是带有一点点的 非商业性的人文气质 那这种品牌这种企业 终究是不能生存的 因为它倒了 那我变成是罪人 我在教科书上很可能将来 你要讲理想吗 就跟成品一样 经过15年也是倒了 所以最好不要 我是真的自己这么想 所以我是很阿Q的人 自我感觉良好 不管如何 而成功也应该是个可以参考的 失败也可能是应该可以对别人有所影响的 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不过是的确非常希望给年轻朋友们 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然后无论如何你把它当作是宝 把它当作是宝 这个我相信有很多 比方在佛教里边讲这个烦恼即菩提 或者我们讲说危机就是转机 那所以碰到困顿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你非常重要的生命关键的转捩点 往往后面就是很好的机会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黎明前的黑暗 总而言之因为你还要继续活着 你还要面对未来 你逃得了这一次 你逃不了下一次 那你不如你面对它 你用正面的态度来迎接这种挑战 有的时候你往积极面想 中国的古书上也有提到 天将降大任 于诗人也 这个诗人很幸运的就是你跟我 所以要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等等 各位论语还是很受用的 尽量要读 我一直相信 这个信念是有能量的 其实某种情况下我也相信 为什么我们自己时常讲 假使成品受到很多赞美 其实因为那是成品的很多的读者 他们的精彩 那为什么大家到成品 就会自然而然的 你会比较从容 你会心情放松 你会比较自在 因为它有正面的能量 就慢慢的会显现出来 每一个读者都有正面的能量 我相信那个气场 那个书店里边 就一种和谐的 一种宁静的 一种善意的氛围 所以我都一直讲说 成品没什么好受称赞的 该要称赞的是所有成品的读者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精彩 是他们带给成品精彩 而不是成品带给他们精彩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经过病痛 所以更深刻 这个 总要给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这个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 在台湾的政治大学的传播系 还有在台湾大学的管理学院 我都给同样的朋友们 这些建议 那这一部分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勉 那这个信念在能力 就是刚刚已经说明的 五种信念 这个是我个人 就是自我整理出来的 还没有做到 不过希望能够尽量往这个方向 一个是善 一个就是善 就是善意 希望能够利他 一个就是用正面的思维 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 一个就是高 自我期许高 因为自我期许高的人 才有机会碰到困难 有困难之后 你也才有比别人成长的机会 所以机会跟困难 跟困盾它其实是如影随形的 然后强当然是需要一个强烈的企图心 不过要有强烈的企图心 通常是你要有很清楚的人生观跟价值观 你自己明白你为何而战 然后当然我们希望是气度跟格局跟视野 举个例子 有一年我们办成品阅读 我们有办一个小的出版品 成品好读 然后我们到花园去拜访那个证言上人 就是慈激上人 我那次去我印象非常深刻 慈激上人他就拿他的手 他说我的手 是为众生来服务的 就他对他的手下的definition 就他的手是来为众生服务的 过了没多久 过了没几年 有一次达赖老妈到台湾来 达赖老妈在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演讲当中 他张开他的双手双臂 他说我的手是用来拥抱人类的 所以他说人类的手是来相互拥抱的 所以长成这个样子 而不是相互打架没有长成这样子 当然我也知道有一次 当然我也知道有一次 来服务这些 这个你们其实包含Mano Teresa本身 就即使用他的讲法是我们的手 是专门为贫病交迫的小孩 孤儿来服务的 有一次很巧我在台湾的电视上看到 有一位虾子 其实我们讲的盲包就是眼睛不见了 然后他在医院里边帮很多植物人按摩 然后他说他的手是来为植物人服务的 然后他又讲一个 他说我宁可我的手心向下来服务别人 而不要我的手心向上来祈求别人的殊舍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有一种想法 天地之间 就天地有大美 人间是有大爱的 有很多比我们环境不好的人 但是他们的那种炙热的爱心 的确是会温暖很多性与不性的人 能力当然这比较没什么好谈的 不管是想象力知识创新整合主行 那这个是希望能够大家共勉 时间差不多吗 时间差不多的话我这一部分就 减省 但是可不可以只播那个曲子 可以吗 这首曲子呢是 因为我女儿她其实现在是在实质负责 这个整个成品的营运 那是她写的词 是她谱的曲 希望能够用这个来代表对大家的祝福 这首歌 放下你的心 让我们一起听见困阔天际 那闪烁星星 重复洒落的星星 不再寻觅 不再放弃 和你一起安安静静 欢喜 这样的练习 Between you and me 是和这世界共同的秘密 忘了藏密 我忘了怀疑 听见天堂 赐给我们勇气 这样的练习 Between you and me 和全世界一起祝福天地 Between you and me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现在大家听完吴先生这么精彩 这么幽默的演讲 大家应该有很多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举手的工作人员会把麦克风传给你 好 有问题吗 可以先讲一下你的名字 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 我叫蒋世鎚 我的普通话不好 不好意思 我想问的就是我自己是现在有在开一家公司之类的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怎么去 就是你的那个理论 就是说要怎么要去 要以限去出发 但是在相议事件里面 就那个利益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就我觉得就很 我就有些密码就是怎么样去能够达置这个东西 但是还 我那个公司都不愧就 第二天都不见了 我就很困惑 我现在都很困惑 就是怎么去能够达置那个平衡 我先答复嘛 我不是能够所有的问题都很精准的答复 我也没有自己认为能够马上对你有帮助的答案 但是我可以举一些因为你的问题 我有过的经验分享一下 这个陈炳因为走过赔钱15年 其实对我来讲 我不晓得你现在赔多久或者赔几年 首先 你自己要了解除了钱以外 你还得到什么 你得到了挑战 你得到了困顿 你得到了很多很多 我想提醒你 你不要光看到钱的损失 举个例子 你没有钱买一个豪宅 但是你有文心的家庭 你没有钱买名贵的包包 但是你有很高 但是你有优雅的气质 你没有钱买很好的进口的床 但是你有很安稳的睡眠 因为你心安理得 你没有钱买鱼刺鲍鱼 但是你有很好的食欲 所以上天是很公平的 是你存福一心 你怎么去想 那我再讲一个我的阿Q经验 我去拜访几位有名的前辈艺术家 当然其中他们大部分都已经过世了 我看其中有一位不管是雕塑家或者是画家 举一个例 我有收藏一件作品 那个艺术家我收藏的其实不是那一件作品的艺术性 而是一个生命里边非常独特的 对我有珍贵启示的价值 这位老先生他是在台湾大学做教授 但是他早年留学日本 但是他很喜欢画画 他的家里边反对他去学美术 他说这个是不能活的 但是他事实上去旁听 所以他去画画 他的生命里的画作只有两个构图 然后我后来看到他的作品 他每一张作品的创作都几乎超过30年 一张这么小小的画 他在画布的后面 比方有一张我收藏的 从1958他就开始画 画的时候他还是不满意 所以1958然后196119631969 一直密密麻麻在画布后面写着 最后1988他用铅笔写着完成 他在1988的年底他就过世了 一张作品 一个那么一样精彩的人 那么聪明那么有爱心 喜欢创作的人 一张作品要花他30年才完成 我更认识一位雕塑家 他的作品 从1930得到日本文部的 就是日本教育部的奖 他一直到他生前 一九九几年 在那个雕塑品在围绕的天窗的灯光 他不断的不同的角度 他还在不断的修 不断的在磨 这些人花了一辈子 一件作品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我当时就在想 陈品赔个十五年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精进的 当然我知道这是唱高调 但是有的人可以唱 有的人不能唱 那是看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人 那我倒觉得在困顿的过程中 其实是用正面的态度 如何让自己更精进 那比方讲陈品好了 陈品因为赔钱赔很多 有很多赔钱的经验 但是现在比较不会赔钱 因为我现在比较不会开错店了 陈品开了很多不好的店 就是光想卖书 我们又有一位股东很有钱 他说五亲友 书店赔钱没关系你尽量开 他没关系我可是有关系 那所以陈品在香港 无论如何应该要找到 铜锣湾一个好地点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现在付出的代价 很可能你的reward 是在十年后 是在十五年后的某一个 你面临很难抉择的时候 因为你过去的三年前或八年前 当时你得到了一个很宝贵的 你感受非常深刻的 他变成回来对你有报答了 所以你还年轻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年轻的朋友 我说假设是用时间来衡量生命的话 像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的各位 是生气盎然的春天 像我这种连过六旬的老人 是萧条的秋天了 秋末了 对吧 对吧 这个是一个 我只能劝你 要欢喜奏甘愿受 那 好吧 大概就是这么一样吧 好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三条问题 可以站起来吗 吴先生您好 我叫夏维萱 我是香港大学生 然后 我也是来自台湾的 那 我也很喜欢 很喜欢成品 到上次去同龙欢的成品的时候 就是 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谢谢您的演讲 那我想问的是 像您刚刚有说 就是您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个我只比较深的人 那 我想问您说 在您的那一切苦难 困顿跟悲痛发生前 就是您年轻的时候 您是怎么理凭您 因为执着所带来一切负面情绪的 就是 怎么让自己 重新找到脚步 不再去执着 不再去 过于迷惘 谢谢 这个是大灾问 我其实也不能说 现在的我就不执着 就不迷惘 是不同的迷惘而已 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次我在台北市的马路上 其中有City Bus后面 写了几个字 他说 慈悲 没有敌人 智慧 不生烦恼 上一句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没有敌人 虽然我也不敢讲我慈悲 但是下面那个呢 是我的写照 我仍然有很多烦恼 所以 我其实不太有资格 去答复说 不迷惘 不迷惘 但是 我是觉得每个生命可贵的是在寻找适合它的出口 那我认为现在的商业社会里边或者学院的教育里边 尤其是在商学院 太多在讲know how 那我认为其实每一个人应该要先从know why 开始想起 那怎么去know why呢 就是说你要透过你碰到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困难点 你透过这个去认识你自己 那相信这个是有机会会慢慢厘清你的 万一你有小迷惘 那我突然想起 我以前有认识一位 他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当教授的人 他回到台湾 我有 他是心理学家 所以我去 他行为心理学家 我自己觉得我有瓶颈 所以我一个小时要 当年要付出五千块台币 非常高的代价 早上六点半 约在云山饭店咖啡厅 请益两个小时 花了一万块 当然后来他没有收我的钱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他小学念三国演义 他说就当作是一个历史小说 等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再看三国演义 他说不光是历史小说 还是一部文学著作 等他到英国曼泽斯特大学 去修完行为心理学的博士 回到新加坡教师 又回到台湾 去当企业顾问的时候 他说他再念三国演义 他说三国演义 以前不光是历史小说 不光是文学的作品 还是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 治理企业的很值得参考的保障 所以透过他不同的生命阶段 三国演义还是一样 但是他看到不同的自己 所以我这个的意思是说 刚刚我们不是说 利用机会来觉察自己的生命吗 我认为透过阅读 是一个最简单的代价 你不妨回去翻翻你以前喜欢的书 十年前、二十年前或五年前 今天你再看看 可能你就对自己 这五年、十五年来的心境变化 和人生观的变化 有更多一点的了解 那希望透过更多的了解 少一点生命的迷惘 谢谢 下一条问题 首先,吴先生您好 我是来自香港大学工程学院的学生 我新朋友叫彭明 然后呢,首先我要非常地谢谢您 就是带给了大家神品这样一个 可以好好享受阅读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您刚刚也一直在谈论您的事业 您的梦想 包括您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反省 那么我想请问您 就是您的人生一直到现在为止 您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然后呢,当您年老的时候 您希望别人怎么样子的去评价您的一生 谢谢 谢谢您的考试 这个 这个让我想起 我女儿她有一次 因为我去故宫博物院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有一次我去参观 然后后来我买了一本空白的金泽妆 大家都知道金泽妆 就是那种可以摊开的 有很多的经文写在上面 空白的 然后过了两三年后 在1998年 那一年的父亲节 他送我一个父亲礼物 我很感动 我认为是我这一辈子 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他在这个金泽妆上 他画格子 每一个page 画32个格子 然后他抄大悲咒 抄满了 抄满了之后 他在最后写一个 一辈子 一辈子也抄不完的金 一辈子也行不尽的善 一辈子也无法赏报的恩情与爱 祝老爸父亲节健康快乐 祝老爸父亲节健康快乐 我相信 每个人 都会对他自己的存在 持着相当 就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想象 那但是 终究 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 那如何善教的利用呢 这个的确是 自己要花很多的心思 在很多不同的道场里边 去领悟了 这个 平常心说 像我 我没有办法 对您刚刚的这个大哉问了 容许我个人有一点小的私密 那 的确呢 坦白说 它是我 永远的一个 是问题 也是答案 那 但是 还没有做到呢 就是 容我稍微保留 好不好 谢谢 好 还有 关注欢迎很好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 那个吴先生您好 我是 来自大陆的同学 然后现在香港 港大读新闻的研究生 然后我大二的时候 非常有幸 然后去台湾交流理学期 然后也非常喜欢成品 然后也在台北的 敦南店 待过一晚 就是 八十四小时的那种 然后 很巧 帮你省了一个晚上的旅馆 对 就是我当时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然后 也很巧的是我 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成品 在香港开了第一家 在香港的分店 然后 开业的第二天 我正好也在香港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 给我的感觉是 就是跟在台湾的成品 感觉其实不一样 因为当天 就开业的第二天 有很多很多人在那边 然后 就是大家都是 挤着 往前走 感觉 没有多少人在那边 有一些人在看书 但是大多数好像是在参观一个 景点一样 然后 把三层楼逛一圈 逛完咱们就下去 然后我后来也看了一些报道 关于香港的成品的香港开的店 就是说 因为香港的阅读环境 跟台湾的阅读环境 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选职又是选在铜锣湾 这样一个租金非常高的地方 然后可能香港人白天要上班 然后就是那种上班族非常忙 没有办法说去 特别是在成品所推荣 推广的一个 所谓深夜的那种 阅读的那种文化 可能在香港 比较难以的实现 然后甚至我还看到 就是有一些 包括图书定价的问题 因为铜锣湾附近 也还有其他的书店 然后可能同样一本书 在成品和附近的书店 可能价格 成品可能还要贵一点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您如何做到 让香港读者 我就去成品 我不去其他家店 您的策略是什么 然后可能因为是刚开始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一个问题 谢谢 好 这个 你的问题我其实可以 至少可以答复半个钟头 讲出成品的 跟别人的差异 跟成品的好 但是今天不已有太多广告时间 我只是简单扼要表达 就正如我们读一本书 那本书的好或者是不好 有的时候是 不是那本书的问题 是读者的问题 你能够领略到什么 那举个例 今天你讲是读成品 因为你来到成品 至少目前在香港 跟香港所有的书店 我相信成品的藏书是最丰富的 你观看不买 成品哪里有贵 你买了一本书 我相信我也不会比别人贵 顶多是比较少打折 但是你不买的书呢 你可能在成品看了78本 我没有跟你收费 这78本 78个title 是可能你在别地方没得看的 那成品至少还有一些椅子 还有一些空间不错的氛围 还有 还有一些你可能在别的书店 看不到的气质美男美女 还有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有讲座 有展览 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所以 我不是要特别为成品宣传 但是成品的出发点 我们的确是有这些想法的 那当然香港的空间 的确在目前没有办法跟台湾的空间比 因为在香港 可能我要多一份精明 少一份浪漫 就正如順便讲一个俏皮话 就是成品对很多读者 当然可能是还一个不错的书店 但是其实成品的同仁是很幸福的 我讲一个我们成品同仁自我消遣的话 他们说 今天我们两位同事在 他们说 要身为成品人 第一个要爱艺术 第二个要爱阅读 第三个要爱工作 第四个要爱假班 第五个非常重要 还要不爱钱 谢谢你 谢谢 最后一条 我们请问问题 吴先生好 我叫侯立维 来自大陆 是港大大一的本科新生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我想知道 吴先生是如何在做到全身心的投入事业 创造这份人生的 振奋人心的奇迹的同时 又能够照顾好家人 能够传递给他们持续温暖的爱心 谢谢 你问到我最不称职的地方 不过我跟你分享一个是 在成品十周年的时候 我有一次在一个成品讲堂 大概比这个规模稍微小一点的一个成品讲堂 我跟我们同事做告白 我说成品十年了 我还是开同样一部老车子 因为我当时立志 成品不赚钱 我的坐车是不换的 我的车最后开了十八年 因为成品赔了十五年 我车开了十八年才换车 然后我说我吃的也没什么改变 也时常有时候是路边摊或者中午吃便当 我穿的还是卡其裤跟白衬衫 我住的还是同一栋老房子 我太太还是同一个人没有换 但是我自己觉得成品十年来 我智慧没什么增长 我讲的是坦白话 而那个是我最在意的 但是我又不太适合那种成功的男人 因为有一种新闻报道说成功的男人 背后都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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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应该是很孝顺的对长辈 那我相信你可以明白这种事情 假使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那是完全没办法的 我非常幸运 我应该是活在一个 不管从父母 长辈 兄弟 姐妹 朋友 我非常幸运 我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 我得到很多爱 这也非常可能会引发我 为什么对人生总是持一个正面跟爱的观点 但是此刻我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是如何花更多的时间去爱别人 尤其是爱我的家人 因为这个我自己觉得 不赶快这么做的话 会是生命里边的遗憾 希望你能接受我这个不太满意的答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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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吴先生的演讲 刚才吴先生讲到 大学应该是学 no why 不是no how 我们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部 还有很多不大学份 但是学no why的环节 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接下来我们有请香港大学通识教育主义总监黄之中博士 来发一个纪念品给吴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波波 我要先插播一下可以吗 好 我今天早上才从上海 我其实是刚在演讲前一个钟头才到香港 我在上海的机场 上海叫做什么边境检查 就是要检查passport 我就在那个人龙里面就排队拍拍拍拍 我看到一个这个有一个那个那个广告 那个不是广告 那个是他们边境检查局的一个印刷品 一个海报 配在一个墙上 他那个标题写了一个叫边检成品 就是边境检查局那个边检成品 因为我一看到成跟品 我当然就特别眼睛亮我就看了 我还用相机把它拍下来 这个边检成品呢 我看他内文讲的是什么 原来是有一个边检局的人 他是第二季度 就第二个季 可能四五六月第二个季度的 这个最评选出来最优良的服务的同仁 我猜他大概很喜欢成品 因为他上面写着 他那个整个post上面就写着 标题是边检成品 就是他说爱探索爱发现 爱想象未来更爱美梦成真 追求完美但不苛求 崇尚理性但有激情 我是热忱服务 严以律己的边检人 我是上海机场边检第二季度的文明使者 文明使者 他的大名叫何清 竟然还有一个名字跟我一样 好 谢谢吴先生的分享 好 我们现在给吴先生的一个礼物 其实是一个指证 他上面有一句对联 写的是空中西文化 诗经下英才 其实这个字是我们的国学大师姚忠义先生 有忠义心上所说的 对联呢 做一个对联的人 是一个香港大学的毕业生 我觉得这个对联就很适合 作为今天的讲座的总结 好 谢谢吴先生 建议 导致 大人 大人 我在